各位投资朋友们好 我是亥投资路易斯 大盘今天再度大涨 那我们之前规划什么 我们之前是不是规划说 只要有带量突破8月13号的黑K 或者是带量跌破8月13号的黑K 第一点是不是方向都出来了 那昨天是不是带量 这个量能有出来吗 带量出来灌破了这个顶点 代表什么 转为多方趋势啦 指数转为多方趋势 所以这个观察点 我们的观察点一开盘 它是不是一跳空开高就上去了 然后又带量嘛 所以这一天就很标准的一个转折点 已经转多了 那今天当然就再补一个红K棒 非常强嘛 目前已经来到11000点了 那我们缩小一点来看 限价位置在这个地方 好那前高在哪里 前高在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只要在往上做推升 就有机会去做震荡 往上突破 创下今年的新高 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多方格局嘛 OK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目前就转多了 那当然我们就是折股做多 当做我们的唯一方向 好那今天盘面上的亮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多空头排列加速的指标 好 好 目前可以看到空方大幅度的回测了嘛 那即将要收敛黄金交叉了 一旦能够成功的黄金交叉 波段多方又要来了 OK非常不错 目前有在做收敛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的亮点个股 好 像是今天逸华店很强嘛 好逸华店来看一下好了 好那其他一样 我们来看盘面上的亮点个股 今天半导体电子连组件都相对强 好看逸华店 逸华店的话 今天法人筹码 诶 是外资小卖嘛 不过前几个交易日 这里外资投信都连续性的卡位了 那今天它小幅度的一个获利了结 走完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根K棒出来之后 连续拉回了三天都不破低点 代表够强嘛 够强 那今天往上做拉抬 那这个拉抬的状况之下 路易斯之前在那里有分享过 逸华店 是在这一根 连续拉三天拉回之后不破 那我们今天又拉上去 那目前来看的话 目前就是一个创新高嘛 紧线位置在这个位置 目前已经成功了 突破啦 那像这样子的个股 拉回一样你可以留意 拉回一样可以 量缩拉回都可以留意 我们的风险就带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有机会震荡整理之后再创新高 毕竟反而从目前 还是属于比较偏多的状况 逸华店当然是不错 那今天表现非常亮眼嘛 OK 好 那它们什么个股可以来关注一下 好 看一下 渐融 聚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渐融好了 渐融今天带量创新高嘛 它是比较偏向于主力的一个个股 所以其实反而从比较没有在敲 那就以技术面来看 中长期是一个多方格局嘛 那目前来讲是不是创新高了 带量创新高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关键K棒啊 今天是8.9个percent哦 拉回来你就可以留意了 那风险带到哪里 我们可以放在前高的这个位置哦 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如果这是一个N字上攻的状况之下 不能再跌回前波的一个高点区哦 所以基本上我们拉回就留意 风险带到这个地方 目标创新高 渐融资产购股当然可以留意 这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方趋势的个股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盘解析哦 就到这个地方 目前我们的大盘就是属于一个偏多的格局 一旦等到多控头排列加速指标成功的黄金交叉 那波段多方就来临了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拉回做多的一个格局为主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顺利 明天见 拜拜